民进党高雄市长党内初选参选人首场电视辩论25日登场 这场港督风雨营高雄市长争霸战辩论会有表态参选高雄市长党内初选的5名民进党级立委赵天林 左启冠毕林刘志芳林黛黛化及陈吉迈参与寻求支持 记者增级松摄影分享 高雄市长选举民进党初选不断发生或有攻击的风波 最近并有所谓和宗联层的传闻 不过今天五位你参选的立委在电视辩论时回应方是耐人寻味的 有人强调团结表明会参选到底立委管毕林直言新媒体时代 不知道是谁在暗黑中当大魔王 立委刘世芳转个弯用是苦当作是不解释 赵天林用生物痛绝情容 陈吉迈在回复党内团结之前先长叹一口气 正问名嘴周玉寇 今天在首场高雄市长选举民进党初选电视辩论中 问你参选的立委林黛化 冠毕林刘志芳 赵天林陈吉迈有关初选以来 屡传竞争到刀刀剑古之事 也问五人可不可能放弃初选 林黛化说 民进党有一个非常有良的传统 初选竞争大选团结以名义为一规 这也是民进党胜选的基础 他不攻击跨派系跨县市 目前到未来绝不会攻击党内同志 也不介入党内纷争 以最大的诚意争取整合 他跨派系有最大的空间整合党内同志 可以结合所有改革的力量 他来自县区原高雄县奔跑于市区原高雄市 未来当高雄市长最能替市民发声 林说没有弃选的问题 他会参选到底 冠币林表示 有关刀刀剑骨之事 有时候实在很难讲 有时候会怀念四大天王的时候 竞争是公开的厮杀 刀刀剑骨 大家很伤心 可是新媒体时代 大家在暗黑之中 在网媒厮杀 不知道是谁在暗黑中当大魔王 人民会不会选出一位市长 而此人可能光明的一面是一回事 在暗黑之中又有网络的安排来做彼此的攻击 冠强调 他完全没有网军 从不曾在暗黑之中重伤他的同事 有时 没看法都在脸书上发表 一是一 二是二 他是承担的 刘世芳对于刀刀剑骨的传闻 未承认或否认 但说持苦当作是补各种不同的批评和声音 如果是正面的 有则改直 因为那是高雄城市下一个阶段的动力 如果是虚构的 谎言的 乱编的 民调的 可以跟支持者多多解释 说明 相信高雄市民的眼光是锐利的 且愿意选择一位做市 正派 清廉的市长 赵天龄表明对刀刀剑骨 生物痛绝 所以多次要辩论 因为人民需要知道民进党参选人要提出什么 主张民进党欲在高雄欲有优势 欲要提出主张经济的环境的深谕的各种主张都要 讲清楚辩论三场五场都没有关系 照表市会参选到底也相信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陈奇迈回答之前先深深叹口气 然后提起2005年辞高市代理市长 2006年接下陈局竞选高市长竞选总部总干事之事 因他要证明民进党是团结的政党 陈说 作为高雄子弟 民进党员 团结合作 坚守党的价值 是他从政22年来坚定的信仰 怎样让高雄进步繁荣 这是民进党对高雄的责任 所以不管大大小小的冲锋宪政 从高雄市长选举 总统大选到担任民进党副秘书长 他一向战战兢兢 陈奇迈说 华妈在高雄给了人民支持民进党的理由 这是华妈最大的价值 一居城市 高满意度 议会过半 都是民进党人必须站在巨人党党上奋斗的目标 作为民进党员 没有分裂的本钱 也没有互相供给的空间 所以他会谨守从政的初衷 让高雄市能擦亮招牌 成为经济首都 改善高雄人民生活 作为民进党员 作为民进党员